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做那个上个录影的部分是在2005年就开始做了 然后呢做了之后各位可以看到累积的观看次数 已经超过了200万次 所以这样的这样的一个 这样算一个成果其实也算是丰硕了 因为你会发现呢这里面都没有一些很 很中意性的或者是什么正妹型男就只有我个人的教学 然后可以有200多万次的观看次数 我也觉得很讶异 为什么每天都有这么多人看 而且每天而且观看次数呢 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 就是如果你没有login你看完我也没有一次的观看次数 你必须要login用你的Google的账号登录之后 看完才算一次 或者是你可能看一半 还没看完也不算一次 所以你要从头到尾看完才我才能得到一次的观看次数 那也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只有看一半就跳开 所以那也不算是一次的观看次数 所以你会发现要观看一次实在是不太容易 那其实我大概看一下我观看次数 差不多每天就差不多是 它每天就有个分析 我觉得Google很厉害的地方 就是它会提供每一个服务的都会有分析分析器 这个分析器就是让你知道说 谁使用你的东西 每天使用多少次数 哪些族群使用 你会发现没有 这个就很清楚 每天每天的观看次数有高有低 而且我就很明白 我很清楚说礼拜六礼拜天 大家都在休息 礼拜一是观看次数最多 为什么一上班 而且观看时间最多的就是 大概上班之后九点到十点之后吧 然后有一波是中午休息时间 然后呢在下班前又有一波高峰 可见呢应该很多人就是 趁着老板不在的时候要学习 新知 而且呢 观看的族群呢 主要是这边还有课程 那百分之七十 有没有 是男生 百分之三是女生 所以 以我频道来讲呢 属性比较高的就是 还是以男生为主 然后呢最多的族群就是这个族群 三十五岁到四十四岁 也就是男生里面最拼最需要冲的时候 是这个年纪 所以可想从这地方的话 我可以看到一些讯息 那这里的话当然 我用YouTube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这个 当着我一个这个影音资料库放的位置 那这个好处就是完全免费 然后呢流量啦速度啦各方面都不会有问题 只是说我怎么跟ASP 打内子做一个结合 这等一下跟各位讲 那因为呢我这个频道 200多万次的观看次数的这个频道 后来我觉得我想要做个实验 因为YouTube最近就是有大量的跟YouTube的partner做合作 就是说如果你挂上广告之后 他会给你就是有个分红的机制 也就是说你有你尽量提供你的数位内容 你是可以create 你是一个create 就是你可以创造出一些内容的人 其实他会很欢迎 而且呢会愿意在你上面挂广告 但是你要同意 那加上去之后其实也没什么 反正就打个勾而已嘛 打个勾之后他就把广告挂上去 如果有人点击的话 他就会跟你分 那拆上的规则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有数字有进账就对 所以我大概后来又创了另外一个channel 所以各位 除了我这个吴老师的教学频道之外 后来我又有一个吴老师的线上教学 反正有两个channel 一个是有挂广告的 这个没有 另外一个有 大概 几个 大概也只是 大概今年月初的时候做吧 然后呢 陆陆续续就已经有 有那个 有赚到 所以呢 他就寄了一个通知给我 在我的脸书上面呢 就有放了 就会有一个数字 而且这个就是真的是有钱进来 我才做了没有多久就有钱进来 感觉还不错 虽然没有多少钱 不过 可想而知这个金额应该是只会越来越多 不会越来越少 只要我持续在做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会有获利 而且这个其实我觉得还蛮不难的 但是前提是你要是有数位内容的人 因为像我教学 我可以把它录下来 然后你要有群众 不要说你乱录一堆 好像我发现 网络上有很多人真的是很搞怪的 像有什么爆牙哥 好像很多怪人 他就录一些很很奇奇怪怪的影片放上去 然后或多或少也有点击率 可是那没有办法有持久 可能一下子 像今天好像我看到一个什么 有一个也是大概三十几岁的人吧 然后超台语口音啊 讲很多就是就是就是讲说什么 要什么马英九要硬起来 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看那个光转转体 就是那个FB里面转po的就已经几万个人的 然后底下也是几万个留言 然后就觉得他很赞这样子 但是那种那种影片他如果放YouTube上面 其实再挂个广告 也或是或少可以有一些这个效益出来 但是可能他没有想那么多 他只是纯粹只是要发表他的言论 那这部分的话呢 当然提供给各位参考 那只是说我们 如果有这些东西之后 怎么样跟我们的这一个 就是ASP.NET做连接 那前提当然你按部就班 其实你也不要把它想的太够复杂 第一部分就是第一个 我要如何把YouTube的影片放在 这个ASP.NET的网页里面 这很简单嘛 你就可以用label就好了 label放上去 那要怎么样把它放上去 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呢 如果说你有大量的影片 那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去做 让使用者点选 最简单当然下拉斯选单 比如说你有一个课程 你可能有五六个影片 那你点选之后 他可以秀出他要的影片 对不对 那当然你不可能只有五六个影片 如果一个课程完整的话 应该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连结 对不对 那这些连结呢 你如何去做管理 那再来第三个阶段就是 你必须要把这些连结的 比如说它的名称 有没有 你要把它放在database里面 你要做栏位的管理 有没有 比如说栏位里面的话 有哪一些栏位 你要去设计 那再来的话呢 你后台必须要有一个新增的机制 比如说你哪一个名称 你要怎么样把它新增到database里面去 当然呢 如果你要图法恋爱 可以直接在database里面 比如说你建了一个database 你也可以直接怎么样呢 比如说有一个video的mdf 我也可以怎么样呢 在里面这样慢慢key也是ok啦 但是呢 这样有点low 为什么 因为你总不可能 你随时都在设计的这台电脑上面 如果你今天 要另外再找人帮你做这件事情 你总不可能说 你先学一下那个 这个visual studio一下好了 对不对 不可能吧 所以你必须要给它一个什么 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就是可以让它 新增修改删除 对不对 类似像这样的机制 或者查询嘛 反正 资料库最大的四个功能就是这些嘛 不外乎就是查询 查出来资料 然后再新增资料 修改删除 大概这些 那另外就是说呢 还有登录的机制 比如说呢 什么人可以进到那个 新增的画面 一般user 他只能够看到查询的画面 那如果说他是管理者的身份的话 或者是设计者的身份的话 那他就必须要有login的机制 那像登录这种 登录到你的系统里面的话 早期啊 哇要写 要写很多程式 可是实际上 ASP.NET也帮我们解决这些问题 你其实也可以 不需要写任何程式 他也可以帮你用什么 已经建立好的一个登录系统 直接帮你建立好 那只是说你要懂得去使用它 那比如说的话呢 我们这边 我举个例子 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这边有做了一个 我把它秀一下 比如说呢 我要怎么样去让那个YouTube的影片 像这边有一个证照考试的解题 那比如说每一题的解题 那我希望能够让它秀在那个ASP.NET的这个里面 那并且可以把它漏起来的话 那这个地方呢 要怎么去做 比如说呢 这边应该要秀一个 比如说我点了之后呢 他这边应该底下 他就要去漏那个影片 过来到这里 不过应该受限于我们这边的频宽 理论上应该马上看到才有出来了 那比如说这边的话 我要看橘岛风情这个解题 我就按下去 那就可以 那如果看完之后 我要怎么样呢 换那个第二零四题 Pizza送到家 你就直接点了之后 有没有 马上又Pizza送到家的解题了 然后点了208 马上又换一个解题 这样感觉还不错 以往要做到这样的效果 真的是很拼的 而且很头痛 可是HP.NET做这样的功能 非常的简单 非常的简单 另外的话 要把它做一个新增修改删除的功能 也非常简单 你可以结合像我们上个礼拜的这个 资料或功能也可以做到 那至于怎么做 我想我们先来讲一下 首先的话 第一个 这边其实也没有很很难 第一个就是 首先请各位建立一个新的那个网站 建立一个新的网站 那网站的名称的话 你可以取叫video 或者叫什么名称都可以 你就建立一个新的网站 然后里面的话 你就给他一个video的一个 名称之类的 这边的话 你可以放在 比如说website部分的话 我就把它放在桌面上 那名称的话 我就叫做 或者叫YouTube也可以 看一下YouTube好了 这样比较好记 OK YouTube OK 按一个确定 那建立之后的话 再来我们要怎么样 让那个影片放上去 那比如说接下来 你就去找一下 找一下什么呢 找一下影片 然后网路上 你随便搜寻一下 你会发现 像我最近做的那个 我每次都传ASP丹内词 像比如说像这个keyword ASP丹内词 然后是cshop教学 你们可以搜寻一下 搜寻结果 看了一下 我发现好像 嗯 吴老师提供 吴老师提供 你会发现 没有意外 应该第一页全部都是我的 第二页也是全部都是我的 第三页也是全部都是我的 这是广告 第三页也是全部都是我的 你会发现 已经被我洗版了 所以以后呢 你要找ASP丹内词 cshop 已经找不到别的老师教学 只有找吴老师教学 好 这个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但是其实我无所谓就是说 你要看全部给你看 没有问题 全部都在这里 你找不到找不到 但是呢你要把它完整要学习 其实有困难 那当然 这些是ok 那当然这题外话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 比如说我们找这个keyword 我想要把其中一个连结 变成我们第一步就是先 让它可以秀在网页上面该怎么做 其实呢首先呢 当然各位有兴趣 你们可以在我部落格里面去找那个有关那个云端 YouTube的云端教学 因为那是应用方面的 不是设计方面的 比如说YouTube怎么样去做那个影片下载 影片下载很简单 非常简单 你们可以到我部落格去找 而且我的那个教学分享的算还蛮完整的 因为我在公务人训练处已经上了非常多轮了 那上面我有做分享 里面就是教各位怎么样下载影片 怎么样上传影片 怎么样把下载影片做后续的后置处理 或者是云端的剪辑 像以前会用到会声会影或微力导演 现在YouTube已经有云端版的类似微力导演的功能了 也就是说简单的剪辑 其实你不需要去安装那些软体 那些特效都做得出来 但是要怎么做 我想还有比如说相片 因为大家在下面怎么样 马上转换成YouTube的影片 然后再传给朋友 后面再加一个音乐 这以前要做这件事也非常的困难 但是呢 我想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就是符合大家的那个头脑 就是需要越简单 一二三 三个步骤就解决了 里面的话各位可以去 还有呢 怎么样 我要讲一个我觉得大家有兴趣 就是如果把YouTube的影片上面的很多MV 把它变成DVD的Video光碟 比如说你今天想要找某一个像什么范瑋奇的历年来的MV机 因为官方都会放上去 你可以把它全部抓起来 再把YouTube的影片抓起来之后烧成DVD 那这个动作当然你如果不要商用的话 应该是比较没有侵权 其实是有侵权的 但是你不要公开 另外还有很多人想要抓MP3 有没有 那MP3当然你说 现在几乎找不到MP3的下载点 其实YouTube就是一个最好的这个最大的盗版的来源 为什么你下载之后 直接就可以把它下载成MP3就好了 所以现在网路上只要你想要找的东西 YouTube上面几乎找不到 因为它上面影片数量已经超过不知道几兆个了 所以可想的就是可以好好利用 那比如说我今天我要想找其中一个影片 那你们自己去找影片 那这个影片如何把它挂在那个HP.NET里面 其实第一个 先把它启动之后 比如像这个影片 那应该会播啦 可能因为我这个Flash没有装 那所以再来第二个分享 各位可以看到在这边有个迁入 其实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一段 在分享里面的迁入里面的这个东西 那这个东西呢 实际上你如果可以把它放在网页里面 它就会自动把它秀出来 那只是说呢 里面迁入里面当然还有一些相关的设定 比如说影片的大小 比如说你希望大概大一点 六百甚至四百八OK 那你会发现这个Wise跟Hite 它都会跟着更改 另外你要不要选择HTTPS 比如说安全性 或者是启动隐私加强模式 它会帮你做一些重新编码的动作 然后或者是四八相容旧版的 比如说你有可能IE6以前的版本 你希望它也能播得顺利的话 那你就启用 不过通常我也要建议啦 你就用预设就好了 那就取得这个程式码 如果说这个程式码 我把它取得之后 我要如何在那个我的网页上面 我的ISP大内设可以显示出来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请你多找几个 像这样的连结 你先把它复制贴到记事本里面去 如果说我今天希望上面有个下拉式选单 点选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的去显示 再来第三个就是说 如果我有更多的 你可能多找几个 五个十个都没关系 如何把这些清单放在资料库里面 将来不是从下拉式选单里面固定 而是从资料库里面去取得 那第四个是说 这些清单如果你希望之后还可以再增加 可能一直增加十个 那你要增加第十一个 增加第十二个 增加第十三个 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我想我们陆陆续续再来做讲解 我给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快点 练成定 再来 转发 转发 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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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limp 零